四位同学 大家早上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写如老人的《论语讲记》 《雍野篇》第16章 子曰 谁能出不由父 何莫由师到也 子曰 谁能出不由父 古代的建筑都是坐北朝南 所以若有人是斜建 就叫做斜术 斜巷 斜桥等 马路斜的就叫斜马路 偏斜的斜 斜之斜建 这个就是斜了 孔子说 观过而知其人 凡事必须都要正 不能斜 例如一间屋子有三间房 一明二暗为三间 中间是明的为堂 两边暗的为市 所以说 灯堂入市 正中的门有两扇 门没有一扇的 门这个字就是两扇的意思 而市都是一扇 叫富 谁能出不由父 人们都住在市里 称为寝室 我们休息的地方 住在礼间 那么住在这个市 住在市里面出路 必得经过父 谁能出不由父 那你从这个市里面要出来 那没有经过这个父 这一扇门 那怎么能出来呢 什么人能够不重复出来呢 这句是失踪的心 先做个比喻的词 然后才是正义 何莫有失道也 何莫有失道也 做什么事情可以不由道上走呢 就是你不管做什么事情 他都有个道 那你不由这个道上走 那怎么可以呢 这个意思就是这样 做什么事情可以不由道上走呢 这是一个好像一个问词 道含有两种意义 人有人道 天有天道 天道不懂还可以 所谓可以 则是不满意的言辞 还没有什么大毛病 这个是不懂天道 那还可以 我们现在是在人道 那么这个还可以啊 也是不是很满意的一个言辞 就是还没有什么大毛病呢 你是人 若不懂人道就糟了 道是根本 佛家说是心 心为主 心便万法 百便不理中 随缘不便 随缘要懂人道 心便是人 人就要成人 若不懂三纲五常 就不懂得人道 不算是人 那么这是做人的一个标准 必须懂得三纲五常 人如果不懂天道 就不能升天 那升天 有升天的条件 有他的资格 如果你不懂 不知道升天的条件 那么 不记足 升天的资格 那怎么能升天呢 上帝接人去升天 没有这回事 潜在自己 学佛修净土 都可以往生吗 这个学入老人 那么这是一个 比较严肃的问词了 现在学佛了 又修净土法门了 那么大家 是不是人人在这一生 都能往生西方吗 心是主统 你们修净土 不懂净土的道理 佛法有五圣说法 都是人道成佛 学了人 就保险可以往生 那么这一句话呢 也就是给我们说明了 我们要往生西方 极乐世界 那起码呢 也要记足 人道的资格 我们学了做人 知道会做人了 把人做好了 那么这样 信念念佛 那就保险 可以往生西方 这个世界 那换一句话说 如果我们这个人 没做法 这个 往生西方啊 就没把握了 你们学轮理 人道 站得住 虽不守五戒 也隐含有五戒了 那么这段话也非常重要 所以写入老人 九十二岁还讲伦理 主要啊 是给学佛 念佛的连友 讲的 就是帮助我们 念佛 学佛 那么学习伦理 虽然啊 你没有去 受五戒 那这个 伦理啊 里面啊 也隐含有五戒 隐就是说 似乎好像没有 这个五戒 这个条文 这么明显 但是啊 这个无形当中啊 它里面通通 包含了 五戒 不杀身 不偷盗 不妄语 不邪淫 不淫穷 淫淫啊 都已经包含了 所以 伦理 学会了 这道 去落实了 那么虽然没有 守五戒 那么这个 当中啊 也都有五戒了 若不学佛 只懂人道 人道多么好 死后只是 再为人 不过是草木之人 而已 如果不学佛啊 那么人 做好了 这生死了 来生 再来做人 那这样啊 只不过是草木之人 而已 草 有大中小 这是辟语了 草人 连木人 也谈不上 那个草啊 去编的一个人 那这跟木头刻的人啊 那就比不上了 草人啊 所以连木人也 谈不上 若懂人道 便是小草 这个草人啊 还不是中草 大草 是小草 若不懂人道 就够不上 小草 人道 做人的道理 都不懂 那连个小草 都谈不上了 所以心中无道 草也够不上 就不够人格 心中 没有道 这个小草 也 谈不上了 没有 做人的资格了 够了人格 只许往上走 不许往下走 那么人格有了 那么只允许啊 再往上走 往上提升 不许再往下走了 往下走就退步了 往上才能进步 人道能学天道 这也很好 人道再提升 就是天道了 学习天道 提升到天道 这个也很好 四禅天 高于六玉天 四禅天是四界天 六玉天是玉界天 虽然升天啊 但是若不懂佛道 即使升到五四界天 还是必须 堕下来 所以升天也不重用 那么这是以佛法 这个标准来看啊 六道天是最高了 那么五四界 非想非非想出天 是最高了 纵然你升到那个最高的天 那时间到了 定力失去了 还是要堕落下来 继续轮回 所以升天 所以升天也不重用 就是不能解决这个生死轮回的问题 好 那么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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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